果然在爱情里就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待呀 这天节目组为大家安排了录影活动 要求男嘉宾们选择自己想戴上的女嘉宾 而轮到马总时 他却因为和女嘉宾们的复杂关系迟迟无法做出决定 马总就必须二选一了 先选谁 哎哎 马总交解 我坐大总的车吧 嘴硬啊就嘴硬 橙子为了不让马总为难选择了主动退让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反而让马总更加受伤 马总心里是想着和橙子坐一辆车的 但橙子去从不争取 他就只能自己行动了 你们觉得这样子真的好吗 要不就抽签 来抽签吧 大家一直决定重新抽签 抽到相同号码的人就自动组成一对 马总满怀期待地重新张罗 但结果却让他失望了 这接下来都是缘分啊 我是三 我是一 事已至此 马总也只能接受了 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了 晚餐时 马总想要坐橙子身边 但他边上却没有空隙了 于是马总只能随便找个位置坐下 而小孔却抓住机会 在他心里摔了一波存在感 马总看到小孔尽管害怕 还是为了他努力克服的样子十分感动 但晚饭后 他还是主动找到橙子 想要和他夺住 我把你送上去 你在这个位置 好 小心要稳住 好 我说三二一你就跳 来三二一 潮子给他留地儿了 一二三 希望这一颗是永恒的 两人的相处甜蜜又浪漫 气氛正好时 橙子想要把昨天的误会解开 于是主动向马总询问 昨天这么突然进去了 是不是等你 我就是太腼腆了 因为所有人都坐在那里嘛 然后我就觉得 总是想要和全一点 橙子的本意是希望消除两人的隔阂 但他的回答却让马总并不满意 他不禁在心里对比起小孔和橙子的不同 就在这时他正好留意到了小孔的存在 马总不说话了回头看小孔了 感受到了 橙子察觉到马总的诗神 努力想要拉回他的视线 你要听什么 先补给你一声 补表演 独唱 专属的 如果你突然到了个喷嚏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在你的心里 我是否就是唯一 爱就是让我常反着你 伴随着小孔的离开 马总的心思也渐渐飘远 二层字圈还沉浸在女王的甜蜜里 努力表达着她对马总的情谊 就是我经常会偷偷地 会关心或者是观察一下 然后回头 看或者说是我怎么样的时候 我觉得我能看到你就感觉很安心 非常的帅 可惜的是 成绩的真心告白 并没有人传递进马总的心理 在人见面后 马总的行动开始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改变 你们可以坐离火近一点 爱一口 这次春游真的太死亡了 刚开始的子佳肯定会坐在城子边上 现在离这么远 三个人都静悄悄地说不出话来 气氛都仿佛迷糊了 深夜 马总满腔酬绪地在海边眺望 一夜无人的拍档下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以为我不觉得 所以我以为我不会哭呢 但是 其实在那里的时候 就看到他一个人自己在那里 觉得 心疼 马总终于成立了他的动摇 我一个就会说 当时也很多人在场 我甚至也不方便进去 另外一个就当着索尔的语言 直接进来找你聊天 肯定给你心里面的感触是很感动的 橙子对马总的好都是没有人的时候 马总想要的是明目张胆的天 天哪 谁能想到一开始双向奔赴的 马卡巴卡CP会走向这样的结果呢